一趟捷运的时间 听一本好书的精彩 林尔祥为您朗读 您好 欢迎您再次收听天下好读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本好书 是高校团队都在用的奇迹式提问 对于现在在职场上班的您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哦 这本书的作者是安斋永树 他是1985年出生 东京大学工学院学士 学济情报学博士 以引导学提高人与组织创造力的方法论 为研究主题 他曾经服务超过3000家的企业 导入奇迹式提问 建立具备心理安全感基础的强大团队 他发现组织成员对于所属团体 常常有没有人再提出好点子 没有团队精神的无力感 而这种无力感一旦蔓延 往往导致个人和团体停滞成长 他以心理学与组织管理学为基础 结合了实战经验 归纳出奇迹式提问的技巧 无论是在主持会议 小组讨论 或者是一对一沟通 都能够透过这个方法 提升与人连结的能力 强化团队的生产力 今天我们书斋的内容是 当你发问的时候 却被当成是在找茬 会议陷入了僵局 到底该怎么办 虽然我主持过上千场的会议 也与许多企业合作 成功地导入奇迹式提问 帮助团队打破团队讨论障碍 但是直到现在 我还是会遇到 没有办法继续沟通的讨论 有的时候 可能是有人提出了 很尖锐的发言 也可能是讨论的方向 过度发散 有人没有耐心听完 而愤怒离席 或者是提问太过抽象 也遇过 每一次会议都没有前情提要 只能不断重复讨论 同一个主题 计划迟迟没有办法推进 会议上的各种困境 我几乎都经历过 的确 有些时候 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会议的方向 尤其当我们只是参与者的时候 就算积极地提问 主控权 还是在主持会议的人手中 不过 无论会议场面有多困难 讨论有多胶着 我发现 只要采取一种态度 就算不能扭转局面 但至少可以改善停滞 减缓对立的强度 帮助讨论 重新回到正轨上 这个态度 就是把自己当成求知者 无论遇到任何状况 或是对方提出 多么难以理解的反驳 我会提醒自己 把自己视为求知者 好好地看待这个问题 再向对方请教 很多人不喜欢在大众面前 展现自己的无知 会担心被看不起 或者是遭到更多的质疑 但其实根据我的经验 会议上至少会有一半的人 都不会完全清楚所有的事 所以 任何问题都可以大胆地提出 只要善用奇迹式提问的技巧 就能够帮助你 提出能够引导团队沟通的问题 而非引起战争的质疑 求共识 却变成争论对错 有一个技巧 突破僵局 很多时候 团队沟通没有办法对焦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大家对会议上 你一眼我一句的专业术语感到困惑 没有办法理解 因此给予的回馈 也会偏离主题 另一种状况是 团队中经常横跨 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工作者 不同年龄层使用的语言 可能不太相同 例如说 二十几岁可能很习惯用简语 但是听在五十几岁的主管耳中 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外星语啊 而五十几岁的主管 可能会说出比较冷僻的自会 一样听在二十几岁的同事耳中 那也是完全听不懂啊 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业余的提问 比方说你可以问 对不起 请问你刚刚说的词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说 不好意思打断你 我想问一个笨问题 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也或者是说 抱歉 抱歉 我还是没有听懂 请问这个专案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会议上提出业余的问题 的确可能会打乱会议的节奏 很有可能被别人视为白目 或者是暴露自己的无知 这也是大家放任 未定义词汇越来越多 最后讨论诗交的主要原因 我相信 当你勇敢提问 一定会获得大部分团队成员的赞赏 我自己的经验是 如果你真的不太懂 那在场一定还会有几个人 跟你一样没有办法理解 就表示 那个词汇一定不是大众会用的词汇 那么就有进一步说明 或者是举例的必要 这也是在帮助团队沟通更顺利的重要方法 以求知者之资提问 引导成员主动分享更多 当然 如果你是管理阶级 这样问也可能被视为故意刁难 或者是抽考发言者 可能一不小心就让会议气氛落入了冰点 如果是上述状况的团队 会建议大家提出业余的提问的时候 态度可以退一步 尽可能选择温和的词汇 比如说 抱歉 打断你报告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或者是 你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 我了解 但还是想确认某个地方 也或者你就直接说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个笨问题 其实 尤其是新事业开发 新产品规划 拓展新通路等 这些对团队里所有成员来说 应该都是相对的比较没有经验 没有潜力可参考的协作任务 因此 每个人都可能有 不会懂的地方 新进同事会有 资深员工一样会有 这就是团队协作的价值所在 我们分享我们的专业 为别人解惑 同样 也向有能力的人请益 彼此成长与学习 团队的能力 也会随之提升 所以 如果遇到讨论不顺 沟通失灵的状态 请不要太紧张 或者是 为了捍卫立场 积极抗争 记得提醒自己 像个求知者一样 透过前面分享的几个方法 以奇迹式提问 找出对方坚持的理由 帮助你们 重新的拧居共事 顺利的推进讨论 以上书斋 摘自高校团队都在用的奇迹式提问 由天下杂志出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